湖南诸州 高铁中国新的诞生地 这里拥有中国首条世界第二条8英寸IGBT芯片生产线 这就是IGBT芯片 它是现代工业的电力大脑 在高铁上 电动汽车里 智能电网中 这个电力大脑一刻不停地控制着能量转化 一个IGBT芯片的诞生要历经两个多月 就如同在一粒小米上雕刻停台楼阁 跟我们计算机控制芯片相比 因为它这个电子刻在一面的 我们IGBT它在两边都不需要有电路 所以这就显得它特别特别难 一心难求 它就是其中的一种 十多年前 中国高铁快速发展 但动车组所需的IGBT芯片 依赖于进口 每年的进口资金花费 就超过12亿元 不服输的丁荣君下决心自己搞研发 我为了做这个事业 当时烧掉的元气 可能一年下来我估计烧掉了有好几百万可能 其实我烧的也挺难烧的 后来还是成功了 随着对IGBT需求的暴涨 围绕这个电力大脑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新火相传 罗海辉接过了丁荣君的接力棒 向大功率压接型IGBT发起冲刺 我们现在银烧结 后度的均匀性是一个问题 使用低温银烧结工艺来做大功率压接型IGBT 全球都没有先例 烧结的银层越平整 芯片的受力就越均匀 然而 罗海辉使用的芯片面积 是现在常用芯片面积的三倍 并且进行双面烧结 要想保证大面积银层的平整度 难度提升了数倍 这一次烧结出来的子弹源 看表面状态 烧结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 与传统焊接型不同 压接型IGBT是通过压力 实现内部芯片与电极之间的电器连接 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先加个120千纽 然后看看这个压力保持一分钟吧 压接时哪怕有一个芯片受力不均 都会出现局部电流过大 而导致模块失效 当前的这个压力均衡的这个效果 可以达到我们的设计的要求了 应该是可以满足应用的要求 并且达到了量产的要求 这一次压接测试结果 终于达到了目标要求 罗海辉他们成功做出 全球功率最大的双面营销节 压接型IGBT 如今国产IGBT芯片 不仅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 更是在智能电网中大显身手